當時有董事有關警務人員的樣子 都是曾經參與董事 董事是否離開當時的關係 董事一直都是做到7月份才沒有做 我現在講到董事這個你提醒了我 如果這案件去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無論是律政司去介入或者是有民事起訴 所有在定位置做過董事 有關時段做過董事是批准這些支出 洗了出去的話 那些人全部都要賠錢的 怎樣呢?如果他們有屋的就封你的屋去還錢 如果沒有屋的車所有東西 我們都會去經過一個民事的追討 就要拿錢回來的 不是說就這樣就算了 當然他沒有錢我們就比較困難些 但是所有的董事都要負上一個相當相當的責任 因為他不單是一間公司 他不是一個私人公司 他是一個慈善機構 裡面花了這麼多錢 入了這麼不應該入的帳 買這些私人物品 都是可以在善款上這樣出的 那你董事有一個監察的責任 你簽個核數報告上的名字下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看這個盤數有沒有問題呢? 還有你每一個月的銀行的支出、洗費 你是有一個責任的 所以說在有關時段 我想應該是說的 由2006年到2015年 在那個時間裡面的所有做過董事的人 全部都有機會會成為被告 那我要數一數才行 我想大概有十個八個的 那個董事 他猜到是保險業員 即從業員還是 應該是董事是媽媽 從業員應該是個女兒來的 你有沒有信心呢? 因為你入了銀行 因為你入了銀行 去追溯 自定 要賄回這些錢 你們有沒有信心呢? 最終可以為止 可以拿回多少錢? 現在就是這樣 有一個董事 好像有一間豪宅 我記得 但是你說 其實我們一早就已經想入銀行 就是因為我們收到一個警告 翁律師你想過 我們已經有人在後面告訴我們 你有多少錢 你有多少錢打這場官司 因為這個官司 他告訴你 是無論多少錢 他們一路會出錢 跟你打到底的 就變成這個問題 我們自己的律師團隊 本來我們今天的律師團隊都會來 但因為有另一件事 就走去做 他都會說 我們遇到一個困難 就是這個錢可大可小 你可以是打一千萬 你可以是打二千萬 因為你一個 一個像小甜甜華茂那樣 這是一個慈善基金的官司 我是一個普通人 而對面是一個不知名的大的力量 一個大的集團 他們要的是要這塊地 這塊地是十億的 人家會拿多少錢出來跟我鬥呢 我用多少錢去跟別人去打呢 我做不做到呢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先要過了這一段 究竟是由我去日本 入品去告呢 還是由政府律政司去入品去告呢 兩件事不同的 如果律政司去告 他們都會考慮所有的情況 看看怎樣去追那些錢 因為錢拿去哪裏 還可以有一個叫做tracing 可以追查的 你的錢進去哪裏 譬如你的保險那個單上面 你儲蓄了多少錢 那些錢是否可以拿回來 這些可以一路一路慢慢去跟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 由誰去做 原告人這個要考慮得很清楚